页面属性的设定 那网页有些基本的设定 我们先开始来做进行 第一个,我们要进行网页制行 那再拣选修改的页面属性 那快速键是Ctrl-J,我们后面会用到很多 那开起来以后呢,我们首先来看 第一个,左边的分类,外观 CSS,外观HTML,连结,标题等等 首先,第一个,页面自行 点箭头,再来选编辑字体清单 那这边呢,点这个进来 首先把细名体加进来,有没有 那可不可以加超原则中文 这个比较好看啊,但是不能加 因为网页讲的是相同性 第二个,网页是给别人看 当你选择这个字体的时候 别人的电脑没有,都会只出现细名体 所以通常我们在编辑网页的时候 大概只会把两个字体加进来 一个是细名体,一个是标凯体 那其他,而新细名当然也OK 这三个,其他就不加了 加的也没有意义,因为别人电脑可能都没有 所以你不能说,我在字体里面 我可不可以用很漂亮的超原体 可是我在网页上看见啊 那么他们字体不是字体 请你使用细名体,标凯体 那第二个,网页的编码方式 首先呢,在哪里?在这个地方编码方式呢? 这里呢,你可以把它改成这个 Unical F8 这是相容性不错,如果在台湾 当然我改big5也可以 big5也可以 那Unical F8呢,也就是说 有些特殊字呢,它也支援 那如果是这个big5呢,有些 有些人字是比较奇怪的 他没有办法 有中国人喜欢自己造字 台湾人自己造字,对不对? 那这里能点big5 繁体中文,或者是预设使用这个 UTF8也都可以 那其他就不能选哦 如果当你选的是什么? 假设我选,我想选日文的 那你到时候打中文 存档的时候会出问题 这不是让你随便玩的 好,接下来我们看网页的背景图 网页的背景图 我们来说明一下,这个确定完 那网页的背景图呢 就不适合拿这张图来做说明了 我们开一个新网页好了 那新网页到01 好,按两下开起来 那假设这是一个新网页 我想加网页背景图,对不对? 好,来 那修改的页面属性 这时候呢 我们来点击哪一个?外观 这时候呢 背景影像我们点浏览 好,我们回到我们的那个 光碟的第11颗的背景底图 我选这个80乘以80 也是宽高是80哦 好,按确定 好,复制到工作资料夹 好,存档 确定来看哦 A就长这样 它会像磁砖一样把你的网页填满 因为它宽高都是80 所以看看是这样 然后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修改的页面属性 的第二个地方外观 我换另外一个图 好,400乘以250哦 宽400高250,确定 是 存档,确定 A,那就变这样了 因为呢,网页一般来说宽 一般建议像奇谋网站 他们大概是做980吧 大约980的宽 那这里我们 刚刚的图是400 所以呢,两张图就800了 所以 当你在展示网页的时候 可能就会 诶,这边再多一些 就结束了 好,接下来我们来变更网页颜色 好,来 我们再开个新网页 我们在这个地方 CS这个地方我们先 好,按两下收起来 我再开一个新网页 开新档案02 好,按两下开起来 那假设你不用背景图 我们修改的页面属性 你也可以使用颜色哦 那颜色呢 一样是在外观 那就叫背景颜色这个地方 比如说我现在点选 我想改成浅蓝色的 确定 那背景就变成浅蓝色的 有个效果 那接下来我们要设定 网页留白的部分 那网页留白在哪里呢 一样是在修改的页面属性 预设它会留左边的边界哦 如果你不希望它留边界呢 好,开起来以后呢 请在下面这个 上下左边边界都打0 0 上下左右边界 都各输入0 预设没有输入就表示有 这要特别提醒同学的 好,确定同学去看哦 当你确定完以后呢 游标就贴到左上角位置去了 这个就像这样 好,我们可以把 拿一张图片来加看看给同学看好了 好,我们跟书本番一样 我插入一张图片影像 把这个图加进来 好,预设左边界没有留白 就靠得紧紧 对不对 如果我们把它修改页面属性 回到预设值 把四个上下左右边界都删除的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套用 当它没有的时候呢 预设就会留白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它 左上角留白的时候 你就把它打输入00的一个参数